包包 你好如何 molly nein 太可爱了 眼睛不见了 打了 好ció 笑 他們兩個又不敢下來了 他等著我們抱著下去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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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一下 好嗎? 好嗎? 電梯 等一下我還要走上去 你記不記得 不用說的 好吧 他就喝水了 那邊喝水了 那邊可能沒水了 他要上去了 哪裡啊 哪裡 哪裡 好嗎? 好嗎?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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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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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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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一個陰天 走 白天就能夠看到那邊房子的顏色了 昨天晚上過來的時候這裡都是暗的 帶著狗狗出來旅行真的太難了 剛剛帶他們上完廁所 然後在公園散一下步 現在找到麵包店已經兩個小時了 也是因為我們不認識路 第二是赫拉剛剛見到很多那些海鳥啊 天鵝啊 天鵝啊的好幾棟 他要過去鋪 因為在我們家那邊他是可以放神去跑去跟那些動物玩的 所以他剛剛也以為是在家裡那邊 所以他就很很著急 朵拉還乖一點不然的話就更加麻煩了 現在我們打算吃完早餐回去休息一下下午再出來走 天氣不是很好 估計不會去太多地方 我們現在給朵拉赫拉煮飯 朵拉在這裡守著他的飯 他在這裡監督進城 我們打算在河邊走走 因為以前我們就來過海德堡了 所以我們也不打算去什麼景點 就是想來換一個城市放手一下 我們帶兩隻狗狗出來真的是太累了 但是我有一個辦法 你先幫我拿 好了 我輕鬆了 我說的對你太殘忍了 我們剛剛從這條商業街的那邊走到了這邊 我們剛剛走過了那個商業街 然後現在來到這邊 這邊有一個教堂 然後我們待會直接往那邊過去就到了海德堡這邊的一個很老的橋 它就叫老橋 他們兩個好像累了 休息一下 因為他們一路都陰陰陰 不對是赫拉一路都陰陰陰 一條街都知道有牠就是狗的存在了 牠在唱歌 對 真的牠一路都在唱歌 牠是狗界的歌星 嗯 狗界的歌星 走吧我們繼續走 我們現在走過去那個老橋那邊 我們上一次過來的時候這邊的這些教堂樓下這些小商店是全部都開的 現在只剩一家而已了 應該是疫情期間生意不好吧 剛剛又有一個小姐姐摸了朵拉了 我們幾乎每次出來人多的地方都會有人摸朵拉 赫拉一直陰陰陰 赫拉一直在唱歌 赫拉一直在唱歌 我們一路伴隨著牠美妙的歌聲 漫步在海德堡城裡 我們從這邊過去就到那個橋了 赫拉不肯走了 剛才我的兩隻羊都沒跟上 你看我們過來牠就走了 你覺得和四年前變化大嗎 我覺得最大的變化是我們的心態吧 還有我們牽著兩隻狗 來的時候我們還是兩個兩個 現在多了兩個 對我們上次過來的時候是很輕鬆的 背著相機隨便的拍攝 喜歡了就停下來進店裡面看看 在這裡就是牽定定他們兩個 我們來到這個老橋了 這就是海德堡比較出名的一個景點 但行銷并不大 是這樣的 我們剛剛在這裡拍照 覺得要有社交故意證才好 一直拍 因為我們現在兩隻狗 幾乎所有的行人都會回過頭看過我們今天 而且赫拉又在這裡叫 也很奇怪 他到底在叫什麼 我們到時候視頻截圖吧 這個簡單一點 視頻截圖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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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難了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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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來 來 來 OK 下雨了 我們回去吧 好嘞 兩個狗都沒見到 看看 真的嗎 如果走了呢 跑了就丟了 你們能夠 體會 你們能夠get到一點點 跟他們兩個拍照的難處嗎 我們剛剛在這裡拍合照 好不容易 終於拍到了一張 看得到 我們四個人的樣子 兩人兩狗的樣子了 現在是下午的五點二十 天幾乎全黑了 就剩下那一點點地方是 有一點點灰藍的顏色 那邊就是海德堡城堡黃色燈光的地方 我們終於回來了 剛剛外面下著雨 都弄濕了 他們兩個他們兩個衣服也是 我再吃薯片 之後可能還是之前變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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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兩個人跑出來了 把朵拉赫拉放在酒店裡面 不知道他們會怎麼樣 兩天我們要出來買晚餐 希望回去他們沒有拆家吧 不然我們估計沒有錢賠給那個酒店 我們回來啦 他們沒有拆家 這是一個很好的開始 以後我們去旅行就可以把他們短暫的放在酒店了 看他又想爬上去 朵拉醒了剛剛朵拉在睡覺的 你看他們兩個尾巴搖的 哎喲 哎喲他上去了 哎喲 小子 哎喲小子 他很喜歡上去 他喜歡被抱下來 他應該是 我搞不清楚 為什麼他這麼害怕下來 但是他很樂意上去 朵拉也想也想靠近 但是朵拉不敢上來 哦沒有我昨晚他趕 昨天晚上哦 哦誰要走啊 你們看他們的尾巴 晚餐哦 看他們兩個的尾巴 他還想爬 他還想爬 我們在外面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走過來摸朵拉 赫拉的話呢 是很多人都說的很漂亮 但是因為他情緒不太穩定 他一直陰陰陰 就沒有人摸他 還是朵拉比較受歡迎 拉布拉多是名聲比較好 我們之前去總羅朝市買的 這些 鴨翅 鴨蛇 鴨脖 好這個雞翅 朵拉也想吃 我們換了一個位置吃零食 因為朵拉喝的 吃完他們的零食之後就不放過我們的零食 所以我們要換一個高的位置吃 我覺得現在是我們這兩天最輕鬆的時間 嗯對 嗯我們之前都是為了他們 一起床就忙他們 嗯 吃掉錢還要想他們上廁所沒有 吃東西也要想一想 因為是他們出來的我們是保姆 哈哈哈哈 嗯 我們我們這次就想當於是拿朵拉赫拉 在筆站上賺到的錢 出來玩 有 有 嗯哼 好吧 那我們是保姆在每次 哈哈哈哈 伺候好他們我們才可以 我們才能理直氣壯的話 嗯才能理直氣壯 哎呀他比昨天勇敢好多咯 我這就來 給他們一點睡前點心 就要睡覺啦 我們會睡覺 我會睡覺 我會睡覺 好 我會睡覺 我會睡覺 好 現在 你倆 好 晚會睡覺 哼 哼 哼 跳起 哦 我们要回去啦 一直都没有看到晴天 都是这种辉萌萌的天气 嗨,我们过来海德堡已经两天了 那我们为什么这次选择过来海德堡呢 其实我们四年前就已经来过这里了 但这次我们决定再过来是因为地医这边比较近 我们开车过来只需要一个小时就OK了 这两个狗狗他们目前还没有过这么长途的旅行 所以我们选择这个距离对于他们来说是比较友好的 第二呢,是我上次过来海德堡 我觉得这里很漂亮 它对于我来说是有一点点的特殊意义 因为四年前我刚过来德国的时候 我在德国旅行的第一个城市就是来的海德堡 当时我是过来这边参加一个孔子学院的面试 就是国际韩语教师资格证 当时我的那个面试就是在这里过的 所以那趟旅程对于我来说是很有成就感 并且很快乐的 这次过来算是想要回味一下 当成那种美好的感觉 但回忆好像带着滤镜似的 这次过来的感觉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样 第一可能是心态不同了 上次过来呢是刚刚过来德国 对周围的事物都非常的新奇 很愿意尝试这里的食物 看到一些风景都觉得哇好特别 这次呢就是就那样 还有就是上次过来是考完试之后心情很轻松 这次过来呢就带着一点点工作 就心里面总是想着那些事情 就没有彻底的放松下来 还有就是带着狗狗 在这边难度旅行难度增加了很多 虽然在德国带狗狗旅行是非常友好的 比如说商场啊是狗狗可以进入的 包括我们在街上也能够见到很多很多的狗狗 出来旅行 我们如果赫拉他因为他还小嘛 他有时候会阴阴阴 周围的人都不会说很 用很奇怪的眼神看着他 能感觉到他们是蛮包容的 包括我们牵着朵拉在路上 会有人想要摸朵拉呀跟朵拉玩啊 没有人敢摸赫拉 可能因为赫拉有一点点的胸 就这虽然说已经对他们很友好了 但是还是有难度 因为我们住在小城市嘛 我们家一出来就是大大的草地 在这边的话我们要走差不多一公里 才能够去到一个草地 然后因为赫拉又他又还小 我们早上中午和晚上睡觉前都一定 最基本的都一定要找到草地去 给他解决上厕所的这个问题 然后而且还下着雨这两天 所以就让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一点点的麻烦 所以就这次过来就感觉 我也没有这么的轻松 所以就是再过来一个我们曾经旅游过的城市的那种感觉 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我想象中的是回忆上一次的那种美好 这次过来是完全被他们两个刷新了 我都是这个城市的认识的那种感觉 不过不敢怎么样 我们还是创造了一些属于我们四个的回忆 通过这一次的短游 我竟然有一点点羡慕那种可以两个人拉着行李箱去赶火车旅行的日子 就是有一些日子吧 当时你正在经历的时候你会觉得他有多么美好 虽然那时候的我们经济比现在差一点 也不是说现在有多好 而是说生活慢慢的像更像一个成年人的样子了 就是比以前便捷了 但是之前的那种心态已经不复存在 之前那种很少的东西就可以满足的那种心态已经离我们现在有点遥远了 为什么突然间会有这个感觉 就像我前段时间我录了一个视频就是算一下我们家的生活开销的那个视频 我算到我们家现在花那么多钱 但是在以前我们不需要花这么多钱的情况下 我们似乎过得比现在更开心 一是可能我们的时候会有什么生活压力 第二是我们的时候的欲望很小 很容易满足 现在见到的事物多了 反而想要的也更加多了 我觉得通过这次的旅行我可以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会这样 或者是我是不是应该重新调整一下心态 调整一下自己对物欲生活的期待 对这是我这次旅行的一个意外收获 总之这一次的旅行就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这一次的vlog也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 那就不管怎么样 谢谢你看到这里欢迎你用一个赞 或者是一条评论来给我这个视频一点小小的鼓励 谢谢你们 那就这样子咯 拜拜